福克斯商业网络电视女主播崔西里根在22日的节目中发表了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些看法,随即被中共大外宣认定为带攻击性质的不当言论,遭到CGTV主持人留心的嘲讽与反驳。 崔西也不甘示弱,强势反击,并邀约中共喉舌女主播来一场贸易辩论。 留心应约后,崔西再次回复,她希望在美国时间5月29日晚8点与留心辩论。 崔西周二在节目开场白中说,中共,你选错了对象。 她还说,中国正在发起一场针对美国的全面信息战,而最新目标是我,是的,居然是我。 就因为我敢于直言,我们应该用我们拥有的金融工具进行这场经济战。 中共央视在美国设立的环球电视网CGTV女主播在节目中把崔西单独挑出来批评, 指责其是叫嚣情绪激动,人言可谓火上浇油,传播反华宣传,鼓吹经济战争, 并指责崔西宣泄的解释情绪和指责,没有事实依据,还挖苦崔西需要一个更好的调研团队。 有意思的是,崔西转述的包括美国总统、副总统、国务卿、贸易代表在内的公开言论, 被刘欣安装在崔西身上进行反击,刘欣更影射崔西是总统川普的代言人, 愚弄美国观众,刘欣借机发难,洗脑美国观众,却不敢说自己能代表谁。 而崔西幽默回击说,不要觉得她是美国女人,就不懂中国。 她还表示自己将代表1.6亿美国女性向所有14亿中国人发表讲话。 好吧,中国,这里是美国女性怎么看待此事? 崔西回击道,我们很聪明,当我们面对一系列这样的事实时, 我们愿意带情绪化的回应,让我们来看看事实。 事实上,崔西在新节目中已经列举出了大量事实, 给观众清晰地展现了过去28年,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, 以及中美贸易逆差现象。 崔西将川普政府对中共的说法翻译成自己的话, 比如中共想抢占美国的世界经济地位, 但结果会是破坏美国的经济, 以牺牲美国所有家庭的未来为代价。 也可以说,崔西只不过表达了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心声, 她表示,除非我们觉得中国变成美国, 美国变成法国可以接受, 但我不认为有人会喜欢这样。 其实,崔西也不忘自讽自己的情绪化, 来应衬央视女主持的面无表情解说。 崔西表示,中共主播只是照读他人邪的稿件, 而CGTV是中共执政党的宣传傀儡, 只会重复中共领导人的言论。 事实上,这场辩论并不在一个层次上, 两个阵营有天壤之别, 中共国际电视台美国分部是中共的应声喉舌, 必须听从独裁政党的指挥作为传声筒, 或者说是木偶。 他们只能在划定的框框内说话, 也就是说,他们表达的不是自己的看法。 而福克斯的崔西, 他们并不是任何政党可以操纵。 崔西就表示, 如果川普说的对, 他会赞同, 如果川普说的不对, 他同样会反对。 刘欣敢吗? 上一秒言论不当, 下一秒就会失踪。 话说回来, 既然双方约定直面辩论, 崔西背后站着1.6亿美国人, 而刘欣的手里只有镰刀、斧头, 只能听党的话跟党走, 穿枪舌战还是颇有看透。 结果其实早已有了, 中国网民的一个跟帖就很有意思。 风趣可爱的美国女孩, 伶牙利齿反应灵敏, 不看稿, 那国哪一个主持看稿播运员都会被他损哭了。 两种风格的主持代表了两种社会的人性和人格。 人们可以在其辩论中听到典型的喉舌腔调中的党文化特征, 根本不知道真相的刘欣断然不是对手。 不过我们可能也能见证中共的洗脑手段、 狡辩、诡辩逻辑, 以及戴帽子、打棍子的手法。 正如网友所说, 中国14亿人只能有一种意见, 党妈要一锤定音定于一尊, 刘欣还能有何创新? 况且这是个人或公司与中共国家的对阵, 我们不妨还是等着29日好戏开场。